这个米 从纸箱里取出一袋又一袋的白米 凤凰狮子会捐出白米做公益 师姐夫师姐齐聚一堂 凤凰有爱拯救饥饿 每一包白米有三公斤装 选用台湾的优质毫米 疫情趋缓 凤凰狮子会持续做公益 会长何佳化以个人名义 捐出了一百包的白米 发起了拯救饥饿社会服务 捐赠仪式在新一区公所举行 区长徐晓文感谢凤凰狮子会 平常热心公益不遗余地 我们十几年来我先生 林子先生都是这样捐赠 白米给那个弱势家庭 都持续在捐赠不同的单位 我刚才已经有讲了 不同的单位他都持续在捐赠 因为我加入凤凰 所以也感受到这两年 我们区区长他都对这个贫困者的 那个深切的付出 所以就借由那个许区长 把白米赠送给那个需要帮助的家庭 我想首先还是要再次特别感谢 我们何佳化会长所带领的 我们所有的凤凰师职会 我们所有的师姐 这个热心公益 那我想我们会将这个300斤的这个白米 捐赠在我们所有 我们信义区需要的这些弱势的家庭 当然这个包括我们的中低收入户等等 只要有需要 我们公所都一定会来发振 再次要感谢我们凤凰师职的热心公益 本身也是凤凰师职会会友的 市议员何淑萍 及创会会长蔡美玉 一同出席捐赠仪式 强调凤凰师职会是一个大家庭 持续做公益已经变成一项传统 凤凰师职会由何嘉化会长 带领我们所有的师姐 来到信义区公所 因为他们知道说信义区公所 常常都是在 有一些就是帮助一些贫寒的家庭 然后我们何会长 这次捐赠三公斤 共一百包的白米 以及一百杯的饮料 来帮助我们这个需要帮助的家庭 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 人积几积能力几逆的精神 然后抛砖盈喻 能够让我们社会大众 如果有善心的人士 也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 一路以来 已经24次了 一路走来 所有的姐妹 大家很团结 我算我们也算大家庭 五十个金钱 五十个世纪算得很大 也不太少 感谢我们的世纪 一个少庭 如果没有世纪 我们的世纪也没办法做得很好 一棒这一棒 棒棒都强棒 每年社会服务都做得很好 一龙凤凤凰试试会 代表我们F区 来兼证弱势团体 有益的社会服务 也娶娶我们每位私有 都能像凤凰试试会一样 成为服务社区 和光海人导主义的全球领导人 去年7月 凤凰试试会 力挺果农 当时购买了27箱的高级芒果 送给新区公所 慰绕防疫人员的辛苦 今年持续做公益 发起了拯救饥饿 社会公益 希望用实际行动 在疫情趋缓之际 帮助弱势 免于挨饿受苦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